作詞 作曲 曲 李宗盛 多少年的追尋 多少次的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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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汉书记载 新疆有色工业的摇篮 被称为世界地质盛坑的可可托海三号矿与小镇隔阂相望 圆形的矿口直径达到250米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矿坑所记载的历史和故事充满传奇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中国国内军阀混战局势动荡 当时的政府无暇顾及边境地区 前苏联专家沿额尔齐斯河进行勘探时 在可可托海发现了一条巨大的矿脉 矿石数量之多 种类之权 世界罕见 为了获取这些宝贵的资源 前苏联就地建矿开始了秘密开采 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经过中苏两国友好协商 矿区建立了合影机制 从此可可托海人的命运就和三号矿坑 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我们的产业大军就是哈萨克人 新中国城以后 我们放下了扬边 走上了矿山 成为我们第一代产业工人 伴随着矿区的建设 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哈萨克人 结束了艰难的游牧生活 成为第一代矿工 他们有了稳定的收入 日子也慢慢踏实下来 与此同时 一大批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人 也纷纷来到这个离家万里之遥的矿区 虽然大家民族不同 文化各异 但是在这里 他们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 可可脱海人 不到几年的时间 一个占地十二平方公里的小镇 在中国西北边陲拔地而起 鼎盛时期有四五万人在此工作生活 潺潺流淌的俄尔齐斯河穿阵而过 河上至今还保留着这座老木桥 这是曾经通往矿区的必经之路 当年无数矿工经由这里 往返于家和矿区之间 作为连接着小镇和矿区的交通要道 这座木桥承载着可可脱海闪光的历史 也见证着发生在这里的不朽史诗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中苏关系破裂 前苏联要求中国偿还所有原华物资 本息共计五十二点九亿元人民币 这对新生的共和国来说 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按照双方协议 偿还外债除了农副产品外 还可以用矿产品抵债 当时的可可脱海三号矿坑 生产着世界上已知的 一般四十多种有用矿物中的八十六种 其中包含了锂皮坦油等稀有金属 在国家困难之际 可可脱海人义无反顾地 肩负起了为国分忧的重任 每劳动一份成绩都属于国家的 有的人做出干八小时 甚至干到十六小时 他都很很乐观很愿意 从不想国家要多要一分钱 给他签证我不要 为了国家我不要 当时的中国经济刚刚起步 人民生活还很困难 但是所有中国人都团结了起来 宁可自己节衣缩食 也要早日还凶外债 可可脱海人更是竭尽全力挑起了重担 冬季的可可脱海是中国仅次于墨河的第二极寒之地 气温低至零下四五十度 即使是在这样严酷的自然环境下 这里的矿山也没有一天停工停产 经过四年多的努力 中国提前一年还清了债务 其中从可可脱海三号矿坑开采出来的矿石 就占了偿还债务总额的三分之一 我现在所走的是当年可可脱海矿区的一条矿洞 我们看到这条矿洞宽大概有三米的样子 高约两米 全长有八百米 当年在可可脱海矿区 像这样的大型矿洞约有十几条 小型的矿洞那就更是不计其数了 走在这里面我还是能感觉到阵阵的寒气 当年就是从这样的一条条矿洞当中输出了无数的矿石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国际形势变幻莫测 对当建立的共和国来说 没有强大的国防作为后盾 中华崛起就会成为空坛 为了保卫国家安全 中国政府果断做出了自主研发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 可可脱海成为其中关键的一环 作为两弹一星的主要原材料供给地 可可脱海人再次肩负起了历史的使命 今年八十岁的哈萨克老人买迪 当年是矿上的一名爆破工人 每次回想起那段蒸容岁月 老人脸上总是洋溢着骄傲与自豪 在可可脱海矿区开采挖掘最紧张的时候 买迪和同事接到命令 要对矿洞里的岩石进行爆破 他们在岩壁上填装了十六罐炸药 引爆时却发现有几根导火索因岩层渗水烧到一半熄灭了 如果不能同时引爆所有炸药 就得等到第二天才能继续施工 会严重耽误工期 导火现在燃烧 每一秒都变得生死攸关 撤离就意味着爆破失败 排除故障则面临着生命的危险 生死抉择间买迪冲了上去 为了心中的那份责任 买迪和同事冲回了矿洞 就在他们点燃最后几根导火索转身向洞外跑去时 意外突然发生了 还没来得及跑出矿洞 16罐炸药就爆炸了 巨大的冲击波把两人震晕在地上 买迪身上多出骨折 另一位同事手臂骨折 而且失去了一只眼睛 巨大的伤痛和恐惧 并没有动摇这群钢铁般的汉子 一个多月的治疗后 他们就回到了矿上 回到了工作一线 在矿区工作 常常与危险相伴 但每一位可可脱海人 都没有丝毫的胆怯和退缩 他们知道自己挖掘的矿石 是国家最需要的战略物资 绝不能亲眼放弃 可可脱海三号矿坑 开采最繁忙的时候 正值三年自然灾害 矿区粮食实行定量供应 干体力活的工人 每天只能有六万糊糊 技术员每天只有四万 吃着最简单的饭菜 承担着最艰巨的使命 即使是这样 当他们面对满地的宝石时 从没有人伸手拿过一块 绝说这个拿不能拿 为什么不能拿 我们国防用这个样子 这刀子找个国家 谁人不能拿 乒乒地干我们国家的荣物完成 可可脱海人用自己的双手 套空了一座大山 也扛起了一个国家的希望和未来 2 1 起步 1964年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随后又成功爆破了第一枚氢弹 1970年 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东方红一号顺利升空 在这些让所有中国人 振奋的消息背后 都有来自可可脱海人的默默奉献 两单一星乃至后来的神舟系列飞船 所用的鲤皮色等稀有金属原料 大部分来自可可脱海 三号矿坑 因此被称为中华民族的英雄矿 如今的矿区早已渐渐归于平静 但锤子与石头的碰撞声 仿佛还回响在可可脱海的上空 激荡着人心 也纪念着七百多个牺牲在这里的年轻生命 当年随着矿区的范围不断扩大 传统的人工作业方式 已经无法满足开采的需要 而机械化的设备也需要源源不断的动力 于是在距离小镇十几公里的地方 小镇人又建起了一座水电站 在我身旁就是水电站的坝口 四周看起来都十分寻常 但让人无法想象的是 居称整个矿区运转的心脏 就隐藏在地下一百三十六米的地方 这座被誉为共和国水电史上奇迹的水电站 始建于1958年 由于国防建设保密的需要 水电站被隐藏在了地底深处 数千名建设者在深山峡谷中 开山挖洞蓝河筑坝 从开始勘探到机组投入使用 共耗是二十年 二十年间 有人在蓝河围艳时 献出了生命 有人在清理泼面时不幸牺牲 但没有一个人因此而退却 可可拖海人 用鲜血和生命铺就出 这座如钢铁长城般坚固的水电工程 今年85岁的哈德尔哈利 曾是水电站的一名维修工 对于当年艰苦奋斗的岁月 他至今难以忘怀 1967年2月5日 可拖海水电站第一次发电成功 从此维护水电站的正常运转 成为了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年冬天 水电站升级水轮机突然停工 井内水位长高了15米 已经达到红色预警线 随时都有崩坝的可能 由于缺乏潜水设备 矿区急忙从北京请来两位潜水员 进行水下勘探 但是潜水员不懂水电技术 在故障机械面前一筹莫沾 水电站发不了电会严重影响矿区生产 哈德尔哈利提出 让潜水员抱着他往水下潜 然而对于一个没有受过潜水训练的人来说 承受15米的水压十分危险 您不害怕吗 在哈德尔哈利的坚持下潜水员带着他反复生前 在寒冷刺骨的水中一点一点的摸清问题 并排除了故障 说起往事老人显得很平淡 在他看来手艺班港就应该尽一份责 这对可可托海人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可可托海水电站进入了全自动化管理时代 从建成至今 这座地下水电站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 作为中国最深的地下水电站 他经受住了多次地震和洪水的考验 仍然给小镇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电力 艰难的岁月早已成为过往 如今的可可托海成为了旅游圣地 每逢节日小镇上都会响起东布拉悦尔的琴声 琴声中讲述的是哈瑟克人应勇不屈 勇于担当的古老往事 回看过去 可可托海人用奋斗和担当 谱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精神史诗 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何为担当 怎样担当 勇于担当的精神特质被定格在矿区里 凝固在这片土地上 也深植于一代又一代的小镇人心中 随着可可托海矿区逐渐转为保护性开发 曾经车轮滚滚的繁忙生产景象 慢慢在小镇中淡去 但这里依然生活有六千多人 包括汉族 哈瑟克族 维吾尔族 回族等17个民族 他们大多是当年的退休矿工和矿工的后代 这些年来 国家始终没有忘记可可托海人当年所做出的贡献 在生活上给予了他们很多的照顾 不仅建起了一排排崭新的楼房 还专门为那些退休矿工们开设了休闲娱乐中心 辛劳了一辈子 这些当年精壮的汉子们已经变得白发藏藏 但闲暇时三五老友聚在一起 下下象棋 聊聊当年的辉煌过往 仿佛又会让他们回到那段激情澎湃的青春岁 巴哈提别克的父亲在矿区工作了一辈子 他经常在家中说起矿上的往事 从那时起巴哈提别克就对矿区的历史和文化有了不一样的情节 长大后他也成为了一名矿工 如今巴哈提别克已经退休了 闲下来的他开始收集起矿上的老物件 在他看来 每一件物品的背后都蕴藏着可可托海 为国分忧 为国担当的历史与记忆 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当年的矿工们慢慢老去 很多老物件也开始变得难以找寻 大到马爬里 小到牛皮包 巴哈提别克看到什么就收藏什么 哪家有矿工用过的老式自行车 他就用自己的新车去换 哪家有矿工的救棉衣 他就脱下自己的新皮袄去收 我自己算是第二件矿工 我幼稚人保留这些东西 真的是保留一代的人的记忆 和一种精神所在 四年多时间里 巴哈提别克收集了几百件老物件 有人曾出价几万元想买他的收藏品 那时的巴哈提别克 一个月只有两千元退休金 面对这笔巨款他没答应 而是无偿地把所有藏品捐献给了当地陈列馆 如今每当空闲的时候 巴哈提别克就会到陈列馆中做义务讲解 在老人自豪的讲述中 游客都会被可可托海人用于担当的精神所感动 他就没讲过这些东西 我就给他仔细地讲这是当时五几年四几年 我让他们知道咱们父亲们第一代矿工的建构程度 可可托海精神不是白烈的 曾经立下赫赫功勋的三号矿坑 渐渐走入了历史 但那些动人的故事 那一张张曾经年轻而生动的面容 却被永远地记录下来 他们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和子孙后代都留在了这里 也把为国分忧的信念留在了这个叫做可可托海的地方 现在的可可托海早已成为国家5A级风景区和历史文化名阵 神奇的地质风貌和秀美山水风光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分支塔来 沉寂一时的小镇又焕发出勃勃升级 为了保护当地的自然环境 可可托海人每年都会在小镇边上种下一批画树 为家园增添一份绿色 穆哈提别克老人曾是矿上的一名工人 退休后他义务承担起了护林职责 为了能更好地照看树林 他索性在林子旁建起了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 考虑到老人年龄大 林子里路不好走 还时常有凶勤猛兽出没 家里人时常劝他回家 但七十五岁的老人始终没有放弃 一天夜晚 穆哈提别克像榜长一样在小屋中休息 突然听到林中传了嘈杂的人声 他急忙起身出了门 有一两个人在里边看木头了 正在看 是三米长的三十五公棚的花木 我们看木头都是这个样子自然有的人 我们这个样子心疼的你看回了 这个样子刚才我这个样子给他们说不去说好 他们怎么说 你以别是你这个里边干不了 我们拿下干什么 有什么不拿 你给我打的哈马 你直接去鬼了 面对威胁 老人没有丝毫畏惧 他掏出随身携带的斧头 与盗法者对峙 盗法者担心闹出大事 只得灰溜溜的离开 眼见着偷树的人走了 可穆哈提别克并不放心 担心他们再次回来 于是他独自一人在树林里少了一夜 二十多年来老人把自己的全部生活融入了这片茂密的森林 时光如树木的年轮 在他的脸上刻下了岁月的痕迹 但他依旧如当年的青春岁月一般守护着家乡的青山绿水 为后世子孙留下一片美好家园 几十年的精心养护 河尔齐斯河岸边 几万棵树木已经长成茂密的森林 潺潺的河水映照着一抹抹绿色 让人们回到了美丽的绿色丛林 如今巨大的矿坑已经和小镇优美的风光一起 成为了可可托海引以为傲的象征 在小镇平静的生活下 可可托海人勇于担当 无私奉献的精神熠熠生辉 为国分忧 为国尽责的传奇 远备结束 小镇益 眼角青丝霜雪白 春秋家园梦里醒 音会缠穿寻塔千百 忽然回首起因恨在 似河远 李竹马依旧借开 彼影外 不觉生 粗犯好爱 似水归 唐桃花已千年改 亭台中 证明处 飘逸自在 李竹马供 将剑 争了汉长花彩 又有明月 寄托了我 心期待 悄悄流水的情了 暗山不带 淡淡情会 你暗了 像一位赶儿 叶黄而沫 千古 千古一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